谢安还有黄军豪带我们掌握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报道 接着继续来关心到台东著名的景点博朗大道的招牌经不起强震 在下午两点多应声断裂 不少游客来到现场发现这个招牌倒了 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 还有人是在现场打卡来拍照 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说 17号晚上的地震其实呢对招牌没有造成影响 没有想到今天下午规模6.8的强震 就把这个招牌给震断了 为了避免危险目前暂时将这个招牌移除现场 下午博朗大道入口处依旧聚集相当多的游客 看到招牌倒了游客们都觉得失望 不过尽管招牌倒了还是要和他拍照留念 但就怕游客太多发生危险 发展协会人员赶紧找来堆高机 先利用绳索将博朗大道招牌捆绑牢固 接着由堆高机将他撑起准备带到安全地方 这里是台东著名的打卡景点博朗大道入口处 也是不少游客来到台东必有的景点之一 受到地震影响 实际知名的这个观光景点招牌硬生断裂 昨天晚上没有打 刚刚的地震 先移到旁边 然后明天再起相公所再来做处置 我们会再重新立吗 这部分要麻烦我们的相公所 我们观看他们再处理一下 打卡招牌倒了 不少网友分享脸书社团 发文分享照片 提到博朗大道的地标倒塌都相当惊讶 有人问那京城武术还好吗 还没朝圣 接下来将由公所进行处置 尽快恢复风貌 记者刘灵祥台东报道